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它倒到盘子里面 稍微摊圆一点 然后现在来煮鸡蛋的部分 煮水的差不多快开了 8层开了 我就放一点盐 搅成一个悬窝状 火打小一点 等它差不多固定我再打第二个 差不多固定了 我就把它轻轻躲一躲 看它飘得起来飘不起来 然后等它飘起来 再打第二个 第一个就差不多已经有点漂浮起来了 也不能太老 我就把它老起来 第二个做得不太很好 我要做三个 因为这个鸡蛋比较小 是那种香菌蛋 比较小一点 搅和一下再做第三个 好 第三个也可以了 然后还没完 现在还做一个酱料部分 放点橄榄油 然后大蒜 这是牛汁 放点辣椒粉 增加颜色 然后辣椒碎 因为它在辣椒粉里面本来有盐 就不能放盐了 还放点黑胡椒 我已经关火了 要不就糊了 好 现在酱料做好了 现在来配 先把这三个蛋放上去 然后把这个酱料也浇上去 再撒一点 勾芹碎 好 这道酱料做好了 简单的荷包蛋 做的比较高大上 就救助面包吃 就挺好吃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的土耳其荷包蛋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